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快进日本 之前的几期呢 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不少住房和投资方面的问题 但是呢 衣食住行嘛 我们这期想换一个不一样的 给大家介绍行这一方面 那么呢 行当然就是顾名思义开车嘛 那么如果你持有在中国国内的驾照 怎么样它能顺利更换到日本的驾照呢 这期我们来为大家讲解一下 因为呢 要更换成日本驾照 它需要的手续及考试 还蛮麻烦的 所以说我们会尽可能的 详细的为大家讲解一下 让大家能更省时 也更省钱的换取日本驾照 然后呢 我们会分几期的内容 给大家讲解一下 希望大家都关注 那么日本的驾照 除了能够开车之外 还有什么好处呢 日本驾照是这样的 首先日本是没有身份证的 日本的驾照呢 就可以作为身份证来使用 再就是呢 你想在就职的时候 找工作的时候 一般的日本公司都是需要开车的 所以说有驾照的话 也是会稍微加一点分的 对 对的 因为我们作为外国人 虽然持有这个外国人的这个载留卡 但是呢 如果再加上在日本的驾照呢 那么十分信用度就会完全不一样了 对的 然后就是可以带女朋友去兜风 自己的女朋友 别人的女朋友也可以有 可以的 那首先呢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什么驾照可以在日本驾驶 那当然第一个呢 就是日本驾照 第二个呢 是国际驾照 第三个呢 是日本承认的和日本驾照同样水平的国家发行驾照 这三种 然后呢 国际驾照是一共有95个国家 及两个地区可以有这个国际驾照 第三项呢 是全世界只有七个国家及地区才有的 但是呢 它都是有时间限制的 登陆日本后的一年时间有效 再就是中国大陆并不包含的这两个驾照 一内 那反正最终殊途同归 还是要回到第一种日本的正规驾照 对吗 对的 最终还是需要日本驾照 而取得日本驾照呢 只有两个方法 一个是去日本的驾校 考这个驾照 大概需要30万到40万日币的费用 对 第二项就是我们这一期想给大家介绍的就是 我们在持有自己中国大陆的有效的驾驶证的情况下 如何更换成日本的驾照 好的 那由中国驾照更换到日本驾照 首先在中国方面需要具有一个什么样的资格呢 那么第一呢 首先要持有中国的有效驾照 申请时以及之后的考试期间内 驾照呢不能过期 那么第二呢 考取中国驾照后 必须在中国国内合计单满三个月 取得驾照后不久就来日本的朋友呢 每年假期回国的时间也可以合计在这三个月之内 需要戴上护照 凭出入境的印章证明或者开具其他有效证明来证明 然后呢 它需要的其他资料是首先我们要有中国驾照的原件和中国驾照的复印件 即中国驾照的日语翻译件 而这个日语翻译件呢 可以在那个大使馆或者日本的自动车联盟办理 日本自动车联盟呢 就是JEF 然后再就是需要护照 如果护照更新过的话 旧的也需要戴上 那就是护照的呼应件 即在日本区域所办理的注明票的呼应件 最后呢 就是需要一张一寸照片 还要记得戴上蓝色或者黑色圆珠笔以及手续费去办理 好的 那我们今天只介绍了大概的流程 下一期呢 会更加详细的为大家讲解 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再见